参与进来 我们 今天那个 我就不担任主持人 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 然后我会稍后让 这个我的同事来进行主持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 大家其实已经都熟悉了 然后也可以 怎样的介绍一下 就是过往的每一个 环节都做了些什么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来自 巴西的 这个专家 总结一下了 总结一下前几次会议 就是我们这一次 的这个合作 这一个会议呢 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金专国家 以及独联体国家的一个 对话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的这一次 网课呢 是有两个关注点 一个是金专国家 一个是独联体国家 那么关于这个 金专国家的这个会议呢 是在今年七月份举行的 然后在此之后呢 也是在印度 就是各国开了 参与了这个 劳动部长大会 部长会议 然后我们这一次 十二月 十一十二月的这一波呢 是关于独联体国家的这个 非正规经济的整规化 然后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论文发布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下载 参与这个课程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下载这一个相关的报告 还有论文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来自 CIS的独联体国家的一些专家 然后上一次的话呢 我们是有来自中国的代表 这个朱益坤先生 Isa的朱益坤先生 还有这个我们国内的同事 刘雨童先生的一个分享 然后另外的话是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分享 所以就是进行了非常活跃的讨论 当时我们的这一个Isa的这个虚拟联络办公室呢 也是在其实是在疫情之前顺利的 但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呢 尤其是大家都在这种线上的联络 就显得下风其实吧 就是他的这个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那么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同事 他是一个高级就是说在国际勞工组织 体面工作小组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然后在过去呢也和独联体国家的各个高层 有过这种就是说广泛的这种交流 还有提供过咨询服务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呢 也一直在说社会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不仅仅是这个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也包括这个研究机构啊 社会伙伴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系列当中呢 也其实一直有这个社会伙伴的参与 所以在这里呢 我的这个同事高桥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虽然不想跟大家就是说 刚好告诉大家我的这个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但是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会从48岁变成49岁了 所以在这里呢 非常高兴就是在年底吧 还可以跟大家在线上聚集在一起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聚集参与在这里 我们有这个雇主的雇主代表 有这个劳工的代表 也有这个学术界的代表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就是说有这样的各方的积极参与 那就像安妮她刚才已经说的 我们在这个尖庄国家之间 进行这种 经验分享 知识交流 就是尤其是针对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 挺取多方的意见 是 就至今为止是非常有收获的 好的 我们现在有请的是第一位演讲嘉宾 是中国华全公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合作与发展处处长 吴承华先生 然后吴承华先生呢 在这个国际工会运动当中呢 是有拥有多年的经验 就是超过20年的经验 然后呢 也是 呃 代表中国的这个工会体系参与 过多届这种国际性的会议 好的 有请您开始今天的发言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Goccia先生 然后女士们 请上帮大家上午好 根据不同的时区上午好 下午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个课程期间的学到的东西吧 在此之前呢 我也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这个 代表这个中国总工会的这个参与者呢 想要表达衷心的感谢 那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这个所学到的一些心得吧 尤其是关于这种综合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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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规划正综合性方法的这个心得 那这一个项目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PPT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在说就是 对,他们也有这个吴先生的这个PPT,是不是可以让Anita分享一下。 好的。 我接着说吧。 好的。 首先,就是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正规化的,对于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这个认识呢更加清晰了。 就是说这个正规化可以给官员带来更好的收入,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好的社会保障,并且呢,也是一个稳固社会关系, 促进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然后对于这个,对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收入以及更低的这种行政的成本。 然后呢,从其他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国家的这种公平竞争啊,还有这种创新能力等等。 那现在呢,就是仍然有很多非正规的就业情况。 那基于这个三座市的这个报告呢,就是非正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然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很多的工人呢,是被被迫选择这个非正规的就业形式的。 因为他们需要迫切的需要金钱来,就是说给这个家来供养家人啊,就是说需要需要金钱来购买食物等等。 所以很多人被迫选择了非正规的就业形式。 然后还有一些,嗯,还有一些人群呢,是认为抓在自己手里的钱,是实实在在的钱。 好,这边,另外两位他们在要这个BBAT,好的,就行。 就是很多人认为,握在手里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他们不信任说有一部分的工资流入到了这个账户啊,或者是雇主那里,或者是其他的渠道,作为这种未来一个保障基金的一部分。 那还有一些国家呢,是想要通过非正规就业来促进这个就业情况。 就是说,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非正规的就业,他们认为也是给很多的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积极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就是取决于不同国家的非正规的认识。 所以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非正规经济有它的原因,然后这个正规经济呢,也有它的这个好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 然后这个对于工人有什么影响呢? 那基于我们的统计呢,现在全世界有大多数的人群都在非正规经济当中,非正规部门当中工作,或者是有这种非正规的劳动关系。 对,然后他们这个选择这样的原因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出于这个生存,迫切的生存需要啊,或者是这个,呃,出于这个生存环境所限制啊。 然后,呃,或者是这种,就是说传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说有一些方法吧,来给我们这种情况提供一个出入,就是说,尤其是比如说把这个脆弱群体的工人组织起来,然后有这种更好的更努力稳健的一种方式。 就是来改善这个现况。 包括从这个政策制定的角度呢,来施加一些积极的压力。 呃,所以,对于这个中规化有利的一些政策呢,就是啊,包括这个204号建议当中的一些,呃,这个内容。 比如说,从促进这种非正规,非正规这一页当中的工人转移,转移到这个正规工人。 所以从这个工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就是说来促进这个就业的呃,正规化,然后把这个工人组织起来。 包括这个非正规部门的这个工人组织起来。 然后找到,呃,就是一步一步的循序选进的,然后实现他们的这个正规化。 尤其是提升他们的意识啊,包括进行一些知识的宣传,分享等等。 那么,在此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集体谈判啊,或者是这种促使,呃,政策制定,就是有利于这个工人的政策制定等等。 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务实稳健的工作上方式。 因为这个非正规性呢,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情况的,包括一个国家的这个GDP啊,还有这个发展的结构,都是每一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啊,这个他,这个吴先生在说这个BPT好像跟他说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呃,这个非正规经济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情,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然后需要就是理解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 呃,那,正规化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我们对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期许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也不能操之过急啊,不然的话只会更容易怎么讲,更容易感到失望。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这种合作方式,合作的这个同侪学习,还有这个交流等等,来分享这个心得。 然后第三呢,在这个从规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应该对中规化的政策制定方面施加阶级的压力。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是有很多的ILO的成员。 然后,这样呢,我们把这些,呃,就是说这些信息呢整合起来。 其实,包括这些社会伙伴呀,然后呢,包括这些不同的这个组织机构的观点啊。 他们对于这个,呃,一些,呃,像是这个政策呀,措施啊,啊,这方面的一些视角啊,综合。 我们可以说呢,他整个这个,呃,政策方面都是来考虑就是如何把这个非正规经济,向这个正规经济转型。 那么也相关的像这个支付啊,或整个缴纳的这些,呃,这些,呃,这些,呃,机制也是如此。 那么像是这个,嗯,非正规经济之下的这些单位呀,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工人哈,他这个方面的一些合作哈,就包括他把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进行一个综合哈。 那么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些,呃,本身正式的正规工作的正规这个,呃,经济之下的这些非正规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哈。 啊,呃,这个呢,本身呢,就是我从我们的这个研讨会课程当中所学到的哈。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呃,GDP的这个发展啊,就是也是当然了,就是要做到很快速发展。 那么包括这个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啊,这个是我们要想到的。 这个是能够向这个更多的正规化啊方向发展。 嗯,还有就是制造业这个领域。 你想,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对我们的经济呢,是有好处的。 就是说把他的这个正规工作和岗位提高啊。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教育啊,培训啊。 然后第六方面呢,是这个社会保障啊。 啊,第七个呢,就是包括这个体面工作条件。 第八个是社会对话。 第九个是这可持续性的这些企业哈。 第十呢,是跟这个呃,采取相关的减评措施。 啊,那么第十一个呢,是加强这个法规法律规则啊制定。 还有呢,就是反腐的方向哈。 第十三呢,就是国际合作啊,共同发展。 啊,就是从这个各个方面吧。 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工会的角度, 给出更多的这个压力吧。 就是正面的压力,希望能够再促进啊。 啊,这些呃,这种合作机制啊。 或者是这就这些问题呢,进行有针对性的啊, 一些处理。 那么从我们的培训课程来讲呢, 我就看到了就是大家都是积极参与的。 嗯。 这个培训的呃,课程呢, 它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详实。 哈。 而且呢,呃,呃,因为每次都是邀请到很多的这个各个专题的一些专家啊, 啊,来分享。 这个呢,就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国际社会这方面的一些呃, 政策呀,纲领呀,然后包括意见呀。 还有呢,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南南和三方合作啊, 这个领域。 是,呃,是,呃,主要是由这个国际呃,呃, 呃,国际呃,呃,国际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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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积极的参与和导向的啊。 那其实要达到一个呃,呃,呃,共同致力和这个共赢的一个目的。 那么能够来,呃,呃,就是真的是能够达到这种互相同行之间的彼此借鉴啊, 呢,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呢,等于说SSTC的呃,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南南合作三方合作框架呢,也是对于早日达到这个2030历程啊, 也是有用的。 那当然也是对于这个非正规经济向正规转型啊, 也是有大大有益处的啊。 我觉得像这个呃,呃,培训课程吧,也是给我们打呃, 呃,给出了一个网络建设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呃, 呃,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让我们呢,互相能够彼此啊,认识啊,了解啊。 啊。 从这个虚拟的呃,呃,电子校园啊,或者是虚拟校园啊, 我们可以看到,呃,就是找到所有的这些呃,专家啊,嘉宾啊, 呃,然后包括我们参与者的这些邮件啊,联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就是打造一个共同的这个资源平台了啊, 大家可以共享。 那么我想借此机会呢,也是呃, 希望能够邀请大家有机会来中国啊, 来进行这个实力的一些考察啊, 啊,来看他们整个的这个就业状况啊。 嗯。 那么还有呢? 嗯。 我想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会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就是说,这个工会呢,中国的这个工会呢, 其实一直是呃,希望能够让这个工会把这些呃工人组织, 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啊。 嗯,就是在他整体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工作当中呢, 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啊,取得进步。 包括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状况呀,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呀, 然后包括他的薪资状况啊。 啊,在今年7月呢,我们呢, 就是组织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呃, 就是研讨会和这个高层的论坛。 那么也是包括这些部委的这些领导也参与了。 就是对于就是如何制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计划啊。 我觉得是需要就是我们大家去共同的努力吧, 能够把所有的呃这些呃观点呀, 这些政策制定啊。 呃,其实我也想从就是说如果有可能也是从中国这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呃,非常感谢吴先生哈,吴书长您的这个分享。 那么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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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包括这个世界上面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非常感谢您能够参与跟我们分享 来自于中国的这个作为社会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来进行分享 那么也包括这个像是网络建设呀 国际合作呀联系呀 这个我觉得也是再次提醒我们了 这个打造这种平台的一个重要性 好 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同事 Fernanda Barreto 他从2009年开始呢 就是协调员 就是在这个阿南南合作三番合作之下的 也是在我们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个办事处进行工作 巴西办事处进行工作的在 包括这些巴西的跟这些正规经济转型方 有心得那么在一些国家项目对接呀 像谢莫桑比克呀 然后包括和其他的一些相近的国家合作方面呢 他也承担着这个重要的作用 非常感谢 我都很高兴了能够在此和大家来共同参考 共同参与这个会议 那么就是想跟大家来 这个协调的项目的 协调经验的一些相关的吧 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项目 他是跟这个棉花就是产地相关的 像是秘鲁和这个巴西 那么包括是如何能够来促进在这个行业当中的 这些工人的他们的这个正规性 大家能看到这个我的平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说的这个 所之前一直安丽她在说的 这些国际劳工举职的这个建议 204号建议 那么里面呢 也提到了这个第二条建议呢 第三和这个第六条建议 她主要的关键词呢 就是比如像这个劳工的检查 然后呢 就是包括对于这种劳动监察的 她的这种合作 因为我本身呢 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三方 三方合作伙伴的对话 这方面 那么因为我本身是在这个 国际劳工组织促进 非洲和拉丁美洲棉花生产国 体面工作的这个男男合作项目的 一个协调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她里面的相关的这些 劳动劳工的这种检查性的 这种工作呢 其实非常之多的 我们是按照她这个建议 第六条建议呢 就是说要继续的来支持 这些金砖和这个独联体国家之间的 三方合作伙伴的这些对话 这个呢 是我们本身的所依据的这些 工作的一些原则吧 为什么就说到这个棉花 这上方面 这个呢 其实从这个 Carton Fall 这是 这个项目的意象 是来自于世贸组织 当时提出的一个 抗议 那当然 是从03年开始的 这个项目搭建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从经济贸易方面呢 和这个社会发展 作为一个连结 在2010年和2014年 这个巴西和美国啊 是分别签了 两次这个谅解备忘录 然后促进这个 南安合作 然后在2015年的话呢 有这个关于 梁龙组织的一个合作 也是关于这个棉花的 然后在2016年呢 是和这个OIT 签署了这个 在棉花种植方面的 平面工作的合作项目 然后在2018年 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关系的建立是WFP 是这个国际粮食计划 然后 这个也是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所签署的一个 建立的一个合作伙伴 关系 然后 这一个项目的目的呢 就是促进这个粮食 以及粮食生产的整个价值链的一个 体面工作 然后这里面 也是主要是在这个南部 世界南部国家 然后 有这个各方的国家积极参与 包括这种预防以及去除这种同工 强迫劳动 促进这个工作的正规化 然后促进这个七年就业 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歧视等等 我们在坦桑尼亚还有非洲 很多撒哈拉里南国家呢 都有做这方面的 就是部署这一个项目吧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 选择这个 实施这个项目的国家 目标国家 这个过程呢 也有很多的 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申请吧 就是有一些 这个国家申请被纳入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第二呢 就是做一个整个 整个价值链的一个研究 包括这个匹配 然后了解每一个国家 就是距离这种体面就业的这个差距 有哪些有哪些空缺 然后呢 第三步就是说 在基于我们在巴西的这一个经验啊 来找出哪一些经验 哪一些就是说 具体的经验 是适合填补各个国家 这种体面工作的空缺的 这样的话 就是特意针对不同国家的这个具体情况呢 来设计不同的这种干预方案 然后在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也有这个 就是来自ILO的支持 包括这种 南南合作的这种 其他项目的签署 那到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实施的过程了 然后在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棉花 种植产业链当中所遇到的一些 就是影响这个体面 工作的一个一些元素吧 然后 我们首先呢 是不就是说 列出了整个这个价值链当中 对就是参与进来的不同的部门 还有不同的工作环节 比如说第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种植的环节 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了 这种低收入的现象啊 或者是说 就安全性不足的现象啊 以及不恰当的这个 不恰当的杀虫机的使用等等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加工的部分 加工展啊 或者是说 就是仿线等等的这个游程呢 我们是发现有很多 薄弱的这种职业能力啊 或者是说 对于年轻的从业者就业者 没有足够的这个机遇啊 或者是缺少这个培训等等 所以 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差距有哪些呢 在整个环节当中也有这种同工啊 或者是说工作事故啊等等 还有这个检查不足 所以了解到了所有的这些缺陷也好 之后呢 就是如何去改善这个差距了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大家就要基于我们巴西已经有的这个经验 然后选出来具体的项目 具体的这个内容 然后适应到 运用到不同的这个环节当中去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是有来自这个公共机构的支持 包括这个阿伯拉法是巴西的 巴西的棉花种植的行业协会 然后有这个来自巴西的就业部门 然后还有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个参与 就是提供他们专业的这个经验 所以在这个价值链的开头呢 我们说我们应用了这种 就是说反对同工的一些 采取了一些行动 包括促进这种社会结社 促进者结社的行程 然后加强这个社会对话 以及宣传这个在工作安全 还有健康方面的知识 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加工的各个流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设立了这种学徒的计划 然后有这个加强了这个培训 包括这种专业技能的一个认证系统 然后得到一个总体的效果呢 就是加强了还有些总体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强这种监察制度 然后保上劳联业者的这个权利 并且呢来对这个工作的进展进行监督监控 并且呢做一些立法方面的比较 所以这个就是我具体还要说一下这个劳动监督的问题 这一个就是针对非正规就也是十分有效的 所以具体的这个案例有哪些呢 我们拿这个秘鲁为例吧 就是我们被秘鲁的话 就是跟这个巴西来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那么在这方面呢 就是在秘鲁呢 是采用了巴西的一些方式 就是包括这个collective notification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集体通报的机制 能够在企业层面 或者是说在整个农业的领域呢 来进行一个集体通报 这样的话呢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监察员的人数是不够多的 所以他们需要就是说覆盖很多的企业 那这个集体通报就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 那么在这方面呢 就是可以更好的 更及时的发现这种非正规就业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秘鲁那边呢 用的是一个劝退性的形式 或者是这个 警告性 劝阻性的这个工具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对于劳动力的就业关系 做出一个诊断 然后呢 并且就是汇报当地的社务当局进行警告 所以我们所说的像这种集体性的这个通告或通知来讲呢 我们巴西的劳动监察的这种方法呢 就是希望能够把它监察的范围呢 进一步扩大 包括这个像这个工会啊 或者说包括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 都是组织起来开一个会议 共同来讨论到底就是就与劳工这方面的这个标准哈 应该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把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活动呢 全部的力量呢集中起来 这样大家能够共同的来考虑就是以极思广益的这个方式 就是来决定下一步的切实的措施是什么 那这儿一共有五步啊 我们就是说像是对于这个税收方面 那么会是有行动哈 那么之前呢在他在他进行的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 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些社会伙伴呢都邀请过来 然后呢问询他们向他们咨询意见 就是说把这个意见整合啊综合过了之后呢 那他们参与呢就给出意见 那就是国家像是这种普及的支持啊 就是像这个税收啊方向啊 这个怎么能够更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调整这种对于像比如像移民工农民工这个调整啊 就是对于他们政策上面的这个导向啊怎么来进行 就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伙伴 他所能起到的这个作用吧 就在特定的这些领域当中去啊 那我们所说的啊也是就是这种啊 军道性的这种啊信件啊这个通知啊 那也分为三步啊 第一个呢有一个提前的准备的啊 这样就是来集中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分析啊智能分析啊 那就是包括针对他领域方面的啊 有些的一个相关的信息综合 那看一下他们是否那个啊 每个行业当中这些相关机构 他是否遵循了啊 有一些啊有没有一些违规的啊 或者不合规的这个现象 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就是理论上就是来呃 假设可能这个劳工他的这个非正规性啊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覆盖的一个讨论啊 那之后呢来采取相应的这些措施政策啊 那我们说到这个南南合作 这是以这个呃 毕鲁来讲 在这个2017年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在这个巴西和毕鲁的进行的这个前景的上面的一个任务的搭建 然后呢我们对于相关的这些劳动监察呢 做了一个培训啊 培训工作在巴西 在2018年就正式的采用了啊 作为一个首先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基地啊 就在这个秘鲁进行的啊 秘鲁进行的啊 那大概呃 基本上有三千百名的这个工人呢 最后最终转成了这个正规啊 正规化转型 那到2019年呢 就正式的实施了这些证词啊 那包括他这个方法的实施 像在这个城乡啊 都进行了如此 那么达籍的这个目标人群的 封盖人群的是八千里啊 所以在同时呢 我们又来进行和这个巴西之间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信息交流啊 经验经验 那呃 这个呢 整体呢 是达到了十万 呃十万名这样的一个呃工人的整体的群体覆盖啊 啊 转向这个正规性 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给他们提高进入 呃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机构上面的这个培训啊 整整体的把它打他这个纳入正规的这个框架中 最终呢 这就是我们所通过这个项目达达到覆盖的一个工人正规性工人的这个群体有十万名 那么二零二零年呢 就是采用了相关的 对应对呃疫情的紧急状况的有一些呃 方法 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被批准呢 或者通过的一些协议啊 嗯 还有 2020到呃去年到今年吧 而且呢 有一些根据这个农村地区的采取的一些 比如像小的这个农户啊 呃这方面呢 给他们进行实际的一些呃 这些体系上面的一些应用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覆盖呢 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啊 把他们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去 好像是没有办法啊 就给他们先发这些信啊 或者通知啊 呃 但是呢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吧 就希望把这个呃 覆盖的层次能够尽量的增生化啊 然后呢 找出了切实的方法 就是能够让他们收到这些信息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体所说的 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呃 整体按按照这个时间哈 时间呈现所延续到今天为止的工作 安排啊 就我觉得呢 就是呃 发展中国家也好 发展就发达国家也好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工作 还很多 就是把它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循环机制 嗯 还有呢 给大家展示一些图片哈 就是我们当时在现场的呃 一些工作的呃 啊 在巴西进行了这些项目实施的时候啊 那么这有这个翻译啊 你看我们提供了这个翻译的这个工作 然后服务 然后大家可以 中啊 就是专家讨论啊 或者说是分享培训 这是在秘鲁 他们嗯 然后包括普及啊 信息普及啊 嗯 然后给彻底彻底的这样的信息点呀 信息汲取的这些地方哈 嗯 这个大众都能够包含进来 这就是结果呢 就是在秘鲁呢 他就是有了五万九千多名的这个工人 最终是转向了正规划哈 这在2019年的呃 第一个季度哈 整个整体的完成的一个状况哈 非常的感谢大家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工作的呃 经验 这次感谢Fernanda 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呢 非常有用 呃 我想呢 就是下面呢 尤其是我的同事哈 莫斯科的同事呢 给大家做一些信息分享哈 啊 不等我们呢 就是 可以把他们的一些工作呢 所以说一个呃 像是比如说像这个棉花哈 刚才提到的这个Fernanda 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呃 信息啊 然后在这个巴西和秘鲁呢 实施了这些相关的呃项目 而且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个巴西和呃 秘鲁呢所做的这些工作啊 里面 就对于这个劳动监察呀 然后包括你们实际的信息那些方法哈 像这个集中的呃 这种通知啊 集体通知啊 包括宣告性的这个信件啊 然后又和整个整个整体的这个这个技术 智能工具啊 啊相结合 那么阿尼达呢 有没有要补充相关的呃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我们刚才这个同事的呃 这些信息呢能够把它翻译成我们所有的工作语言哈 以便大家可以很很方便的来下载或者是呃参考啊 非常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我们这个时间哈走的刚刚好 好的那个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日程 呃 这一位发言诈骗呢 是这个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的一位研究员 来自新德里 然后他的名字呢是萨哈 在这个政策制定上包括利用这种现在的这种信息技术 呃方面有这个非常多的经验 并且参与了WTO和G20的这些呃研究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这个 再次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啊 那这一次啊我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 这个复盖内容非常广泛的一个知识分享的网上会议 然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见解 并且有非常细致的这种呃相关的论文啊研究报告啊的分享 所以获得了非常有用的这个知识 所以这也是在能量合作困价下的一个非常呃有效的这种呃合作成果 那么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感就是切身感受到的这个能量合作可以带来的这个给大家 啊所有人带来的这个这个注意 然后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说了解到了啊 嗯这双国家的一个视角 包括这个能量合作的这个不同的案例和可能性 然后对于印度来讲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呃就是分享一下我的PPT吧 就是关于印度的劳工是劳动力市场还有正规化的 啊大家能看到吧 thank you so much so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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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uh uh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y own institution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系就是我所在的机构吧 这个呃它的名字呢是发展中国家研究核心系系统 然后简称为RIS 然后我们这里一个是一个政策研究的机构 呃主要是针对这个世界南部国家的一个研究机构 并且呢呃在整个工作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呃主要是了解到这种知识的差距啊缺口啊 并且呢呃强化这个南部各个国家的能力建设 那么呃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这种促进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 啊并且呢就是说借助助力国际合作来促进国内的这个经济增长 那么这个是包括呃就业岗位创造就业岗位啊或者是这个呃社会经济发展啊 还有这个创业活动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方向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种就是说对策略就是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也提供这种策划还有咨询的服务包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啊 谈判策略的咨询服务啊 啊来保就是来维护各个国家的这种确实的利益吧 那么在南部国家如何就是说建立一种联盟也好网络也好呢 啊我们看到了不同区域啊所面临的这个不同的差距 然后需要有这种比如说针对性的这种研究 然后我们在这个研究工作当中呢也包括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 然后呢啊包括这种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技术合作方面的议题 啊并且呢我们在努力的就是就当代发展的一些挑战呢 然后就是说已经讨论过这些嗯历史议题 然后我们包括就是我们IIS啊和联合国的南南合作办公室也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议程啊 南南合作办公室就是这个SSC啊这个也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一个发展 然后啊我们在这个南南合作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啊经验 那么就是呃当然了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就是说仍然是面临的困难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能力的缺失是阻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发展的一个阻碍 嗯但是呢在印度的话我们也是开启了一系列的这种人力资源的培训的项目和计划啊 啊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印度理工学院那么他们就是从这一个学院出来的工程师呢 从也是提供了一些他们自身的这个支持促进社会发展以及能力建设啊 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双边以及三边多边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的ITEC项目啊还有我们通过这个SEAP框架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啊 还有这个相关的资金的援助包括等等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三边的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 日本在内的三边合作三方合作 然后呢这都是一些中长期的合作计划 然后我们的RIS机构呢就有五个这样的三边合作 然后我们有这个啊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项目 所以有一些合作呢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不得不中断了 但是在疫情之后呢我们也是会尽快的恢复以往的这个议程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三边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印度也是处于一个非常积极参与的角度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多边合作包括我们参与了这个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任务 还有其他的这个联合国的项目 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平台啊包括这个智库等等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NEST就是南部国家智库网络啊 啊那么这个是在墨西哥成立的2014年在墨西哥成立的 所以呢也是包括这不同的这些机构呢能够进行一个呃知识分享啊 那么包括像是这个和联合国这些相关的这些机构呀 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南南合作机制之下的啊这些项目 那么我们所说到这个得理进程当中呢它是分了好几步骤啊来进行啊完成 那我们所说的呢这些知识的一些呃分享 那么也是呃致力于把这个南南合作呀三分合作建设的更好 那又把这些呃成员国呀然后呢也是共同的来朝向呃实现2030年的这种可持续呃计划啊规划的目标来进行 那么它是这种跨区域性的啊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些铺垫工作啊 其实我们都是来进行有步骤的啊按部就班的来进行 嗯那然后呢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呃利用我们的这个啊系统吧 能够把这个金专国家啊像他这种呃市政啊啊这些人的论坛啊啊就是给他就是扩展的更多 提到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去 那么呢这里面的参与的这个人数呢是像这个民间论坛啊机构啊 然后包括这个2021年的这个论坛的整个的一些程序的打建啊里面有相关的这些目标的设立呃也是包括在进一步的把把这个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给打造出来呃 还有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些嗯投资啊经济啊相关的这些话题啊 那么也包括促进更多的女性参与啊嗯 那还有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些教育啊相关的和进行培训哈 这个都是我们在2021年的这个进程当中哈所谓的这个呃民间论坛当中呢会涉及的这个主要的这些议题哈 那啊呃当然了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民带来更多的这个福祉哈 那这个上面呢其实我们一个会议已经是按照每年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哈 那呃呃大家可以看到哈哈他是从2015年开始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民间论坛的一个讨论形式啊一直延续到今天啊 所以呢也是按照这个轮支国呢就是呃俄罗斯的中国印度来进行一个轮换啊 那我们就说那么对于我们如何来取得哈哈在这个金庄国家的范围内取得啊 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八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哈里面的他是针对于这个非正规性让他走向这个正规转型哈 啊就是里面有一个导向性的这个原则遵取那我们作为所有的这些金庄国家首先要明确这个意见哈哈 那基本上呢另外呢就是让所有的这个成员国呢达成了一个共识哈 包括他最整体的这个纲领的一些呃制定啊等等啊 那有很多方面的就是说铁城的这个铁铁城的我们本身的这个呃 金庄国家之间的成员国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那么包括外部的有一些也是呃需要关注 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几分他整个的体系呢更具有呃 交融性的这种发展啊那当然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非正规的工人给他们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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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因为在疫情之下呢整体呢可以看到这些非正规性下的工人 他的这个贫困的状况的加剧了哈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通过这些相关的应对的这些危机呢能够把减少这个呃医疗要 和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些影响哈哈 啊 然后我们在进行这个整体的战略制定的时候呢就需要考虑的层次非常之多 那么所谓的这种包容性的和这个体面工作呢他的这个路呢进程呢还是在 他就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数字呢给出呢可以看到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有呃 嗯 基本上有有2.55亿 比如说有这种全职工作呢他就是就是进行的流失了哈 其实他而且呢到整个这个疫情造成的有这个16亿之多的这种非正规经济下的这些工人啊都受到了呃 相当的这种打击啊或者是影响啊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对于这个工时方面呢也是呃呃 相较于疫情之前也是减少啊 所以呢我们再次说到这个平常国家呢他是尽力能够把呃 呃非正规性啊 非正规呃这样的一个转型和他整个的一个就业两方面的层次呢是要呃 共同的来综合来考虑因为我们始终要考虑到的就是以人为本围绕着这个人他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去考虑的话 他呃呃外面相关的像政策也好或说是像这个措施制定也好呢 他都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啊 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说到还是在呃呃我们所说的是为了达达到这个2030年议程当中的所说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这些各项目标 那么强调这方面的政策呢也是如此需要具有呃相关的这种可持续性的机制哈我们就是这种呃不断调整啊 啊啊那么包括这个南非啊然后包括这些呃印度啊这些呃国家啊 我们还就此呢成立了相关的这些就业工作小组啊那本身呢呃 它的主体的目标呢 也是来进一步的提高 它的政策的一个实施力 包括它的像是透明性啊 然后呢 就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社会 像是一种就业市场方面的一些 这些政策或者措施的这个出台 其实本身呢 我们要考虑的关键性的这个议题呢 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对于它这个劳动就业市场的 这些正规的调整 那么对于后来进一步推动 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些协议 就在这个金专国家成员国之间 还有包括让这个更多的女性 来参与到这种劳工利的过程当中去 还有就是平台工和网络工 他们如何在这个劳动的就业市场当中 发挥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作用 其实这其中呢就存在着不少的这种差距啊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鸿沟啊 还是需要慢慢的去弥补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主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规模的经济 像这个印度啊这样的情劳之下 你如何把这些问题都能够有机的给它联合起来啊 因为它本身都是来进行 就是对于这个非证规性来持一个 本身经济发展的这些相关的不同的诸多因素 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方法来考虑 我们所说到的像这些和这些研究机构呀 和这个社会伙伴之间的形成的有效对话 那像是对于这个知识分享和互换呢 是其中的一个有效工具啊 那比如说像这个社会伙伴呀 我们对于整个的这种政策导向呀 然后包括他这个劳工的体制的搭建呀 就是可以看到从这个2017年开始呢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新疮国家的 就劳工整体的研究上面的一些合作网络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框架之下呢 其实能够形成这样有效的一个联盟组织 也以这个新疮国家工作小组的这种形式呢 来就具体的问题逐个的进行分析 那么像是本身它这个正规化 它正规化经济呢 它成为整个的一个连接社会保障呀 医疗呀服务啊方面呢 一个中心的一个连接作用的一个话题 因为它不仅仅关乎到我们现在 也是关乎于我们未来的一些考虑 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每个 还是集中来讲是集思广益的一个作用吧 和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它是在同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 延伸出来的 就是说把我们在这个金庄国家 目前就目前现在的工作呢 能够进一步的拓展到 未来的这个前景当中的这种合作 那么就是像是就是你不仅仅这个 像是金庄国家的合作呢 可以扩提到几个大洲区域啊 大型的这种层次上面来啊 而且呢你不同的这些视角呀 然后包括对这个资金的启动啊 一些投资的这些计划项目啊 其实它都是也是来就是说 不仅仅是应对这个疫情的后面的后续的这种复原啊 考虑 而且呢是强调到了还有相关的像这种社会平等的这个话题啊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零零总总都是要打建一个 整体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说让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进来的话 我们有这个ILO也好啊 就国际老公组织也好 或者是这个呃 这个其他的北部国家的参与也好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包括这个来自学术界的这个参与 所以啊我现在来想就是说 没有了解这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具体情况 就包括这个工会啊 还有这种其他社会伙伴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我相信我们这个都可以彼此之间互相学习 包括这个就是说 在能力建设的过程当中呢 增加这个知识的储备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呢 就是这种更多的合作和交流互相学习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萨哈先生 谢谢您的分享 包括这个让我们再一次再一次就是说提醒我们这个合作的重要性 包括不同形式的这个合作 所以在经济国家之间不仅其实应该起就是说促进政府跟组 政府之间的合作也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社会啊 啊这个社会组织 还有其他的这个领域的合作 然后现在呃这个今年议论 呃印度也是这个主席国嘛 所以在这方面呢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的作用 我相信呢 各个同事在这个呃介绍当中呢 也是看有有很多的收获 下面呢 要有请下面一位发言人家 安宾 艾雷娜女士 她是一位经济学专家 尤其是在这个民事啊 民间社会工作当中呢 有非常多年的经验 而且她也是一位研究员 呃她又在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 她也是这个呃 G20工作小组的一个呃 长期的代表俄罗斯的一位代表人员 好的有请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 那么我想简短的用这个俄罗斯 俄语来介绍 稍等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的介绍呃 这个萨哈先生刚才已经说过一些 就是说关键的点啊 在我的这个介绍当中也有 我们刚才说在今年的部长会议上面是签署了一个呃共识 然后这一个声明呢 这也是有六章啊 然后这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引言 还有这个 他的内容呢是包括这个社会保障的正规性 然后女性就业呃新就业形势 呃这个灵工经济 呃 呃 呃 临时就业等等 还有这种数字化就业平台 还有一些电子呃 就是通过电子 APP啊或者是其他平台的这种就业形势 所以呢 呃 在呃下一年当中 就是未来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是确定了一些 未来的发就是行动方向 呃 呃 然后呢 呃 呃 不是这样的 看 这是所有的这个 呃 这个全眼的内容呢 都有 涉及到这个经济 就是这一项规划对于经济的影响 那么大家可以在就是说看到这一页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聊天栏当中 发一下这个翻译版本啊 那么在这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的部长会议也定义了 这个非正规的定义 那为什么它是这么引起重视的一个话题呢 因为它是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个历史 在这个经济国家当中呢 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在部长会议下呢 大家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就是说尽管疫情呢 是增加了非正规划的影响和风险 尤其是真的那些 本来想要就是说过度到正规就业形式的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又不得不留在这个非正规就业的这个情况当中 然后在这一张图当中呢 是大家可以看到经浄国家 各个国家的这个成员 不同的这个非正规经济存在比率 这是每个国家面临的这个比率都不尽相同啊 但是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这个挑战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部长会议 一方面是确认了这个在俄罗斯担任主席国期间 就是2016年发布的这个共识 并且呢经济的正规化 是在2021年的宣言当中出现 并且呢把这个提升人民的 尤其是就业人员的这个福祉 还有促进 促进这个消除贫困呢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这个都是在此次 部长会议宣言当中出现的 那不仅仅经济的正规化非常重要 我们刚才也讨论了这个疫情啊 新冠疫情 是让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更加的凸显出来了 从2016年开始呢 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 见证了很多的变化 并且呢各国也采取了一些 比较创新的措施 通过这个政策的制定 然后呢 这个就是各国部长达到的这样一个共识 然后也是希望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 来改善现在的这个非洲国经济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第七章上面呢 也是提到这第七条吧 就是说基本上的这个部长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就是和这个国际劳工组织呢 其实这种合作 这样的一个相关之前的这个国际劳工组织业部长会讨论的声明 然后包括国际劳工大会 2002年之后的欢迎社会社保周期性讨论 这样的结论的结果上 这个呢是在整体的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支持下的工作 我们看到第八条呢 它是相关于这个技术创新制止了 也是根据了一个正规化这方面的一些应用 就是转型 它的应用就是以此为手段来改善 一些相关的国际条件 如果把它实施的可确实化 那么这是整个事实当中呢 所考虑到的一些重点 一些问题的 包括这个社会保障 那么也是平常国家 可以进一步的来促进这个就业增长 还包括这些小型的这个企业呀 来帮助他们 这种技术应用呀 这种方法像正规划转型也大会一大签力 像是社会保护啊 包括整个这个数字公布呀 拓展融资学道呀 拓展融资学道呀 那也从这个天使平时的整规划实践 就是把社保呢 其实的就是拓展到这些有需求的人们 人群之间吧 在新闻国家 有更多的可接用性 那像是融资的可能 拓展这个相关的融资学道 这也对于自营工啊 或者是这种个体工 个体工人 个体户来讲呢 也是非常有益的 而且在提高这个实坛效率方面 由于这些有创新的技术手段应用 也在这方面呢 实现了一些结果 那么在这个工作小二组当中 包括这些部长会议当中 他们所制定的一些相关的一体具体化 我们所说的正规化也好 或者非正规化 那么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内容 是非常之多 那在整个的这个部长声明 的宣言当中的第八条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对于中国会经济来讲的话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有技术性和形成的 这种形成之下来进行 职业部长也讨论了相关的一些议题 他们进行了经验的互相的借鉴 像是知识技能的这种重建啊 扩展啊 同时 就是要有一个可持续性的这种 持续性的同时又在扩展的 进行的这个工作计划 整个的过程当中要用科学的方法考虑 所以对于这个国家各个机构和层次 像包括对于这规划 转型的所取得的一些进展啊 一些报告呀 比如说各个的经典国家成员国当中了 进行一些整合 还有呢 把这些信息呢 整合之后呢 向普通大众的进行一个宣传 这也是能够来扩大我们所定的这些措施啊 或者是未来的这些政策 它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这些政策 和这个G20的20国集团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合作 我们始终是把政规化啊 政规经济整形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从政策上搭建一个具体的框架 具有指引性 而且呢 而且呢 也是为 所以我也走向未来 大家更合适的一个图片 那么当然还有包括南南合作和这个 和 相关合作也是如此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给我们了这样的总结和这个梳理啊 就是我们之前所召开的金融国家 然后和纪念部长会议啊 这个次数的宣言声明 在这个宣言当中呢 或者在这个宣言当中所提到的 有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啊 各项倡议 那么始终把这个以人为本放在其中 然后呢 着眼可持续性发展 把这个决议呢 更好的能够综合起来 我觉得呢 最好呢 能够把这些品牌呢 尽其所用 那么也是包括这个国际劳工组织 它底下的各个部门和机部 时间的工作 现在呢 有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参会的成员也增多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35个人 我们现在都55个人了 非常棒 好 欢迎大家举手 安妮娜 安妮娜 你举手了对吧 我本来是想等这个其他成员是不是有问题 首先呢 我想感谢所有今天的这个发言嘉宾 感谢你们的这个精彩的分享 我现在有一小问题想问这个Fernanda 也感谢你这么早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会议啊 然后包括我们在会前也是希望今天有人来说一下这个劳动监察的问题 你也有涉及到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啊 这个案例 然后我们如何把它扩展到这个CIS这个独联体国家系统当中呢 就是两个问题 然后 就是也欢迎大家其他人提问 高辰你来主持吧 嗯 好的 我还等人其他人举手呢 那就请Fernanda先来回答吧 好 谢谢安妮娜 关于这个正规化的问题的话 在巴西和秘鲁之间呢 是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有一个就是说经验分享的机制 然后 然后专门是针对这个正规化的目标的就是他们在监察的时候去专门针对这个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个 监察和检查的方式 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些模拨啊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这是从这个监察方面的一个警设能力啊 威慑力还是有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taring up expenses experiences between Brazil and Peru 我们这个巴西和秘鲁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吧 然后 中指于我们这个对话的中指了 而是可以就是说比更生动的形式以及更持久的形式保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化呢 是一个非常有效简便的做法 这样的话能有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去受益 好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对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就是说向你提出来的问题啊 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朋友 想知道 就是你们是如何来招聘这些监察员的呢 还是他们就是已经之前就有这种监察的 包括检查的经验吗 在这个巴西来讲呢 我们的这个监察机构 的人员 是一个就是 国家的一个考试吧 就是有这种比试 还有这种口试就是国家这种选拔出来的 作为这个公共机构选拔出来的 然后他们的智能呢就是进行这个检查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智能呢就是 他们 改变了 一个一下自己的这种工作方式 就是说他们不把自己 仅仅限制为一个检查的人员 他们的工作呢也投入到了这个预防的方面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事后检查 而是他有一个事情预防的这样一个关注点 比如说 在不同的行业去培训这个企业啊 或者是促进一些监管规则的实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他不仅仅是后期汇报或者是说处罚的一个工作 前期的这个预防工作也是价值非常高的 然后关于这个秘鲁的话呢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建材人员是如何招聘的 但是他们也是采用了这个巴西的一些做法吧 包括这种预防的工作 所以呢 在各个方面这种起到更好的预防的作用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吧 吴泉华先生要不要那个 哦 那个安妮塔先生 安妮塔现在要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 因为他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军专国家的这个合作的机制啊 宣传的机制包括和这个跟独联体国家的沟通机制 好的 谢谢 谢谢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作如何能扩展到这个机制国家以外 让更多的国家受益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列出来的几个例子一样 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域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南南合作的议程 所以呢 所以呢 也可以就是说在亚派区域呢 啊 扩展到这个独联体国家这一方面 包括 还有这种三方合作的机制 但是 但是 就关于我们的这一个话题呢 尤其是疫情后面临的挑战 劳动力市场的这个不同的挑战啊 正规划的这个需求 我们是有一个涵盖多方面的这种合作的机会的 那我们可以说呢 从此呢 就可以来给出非常多的这个重点的议题的这个关注 因为其中涉及到的各个经济体呢 是不尽相同 那么也包括像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呀 巴西呀 是南非呀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不同的这些方法进行做一个整体的综合 那对于未来呢 像是考虑到这些非正规工人 他们如何来进行某种形式的一个正规化啊 这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挑战 那么就是说 经专国家他要承担起他本身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或者领导的一样一个形式 在他各自的这个大区区当中呢 能够发挥更强的这个机制作用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还有就把各个这些机构也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搭建网络啊 那么像包括对这些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 对他们的这个培训啊 啊 这个呢 知识的这个分享啊 然后互相借鉴啊 就是如此 就说这些都是相关的这些 呃 策略的一些制定吧 和这个呃 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决策者和政策决策者呢 都是能够参考的 那么到底未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呃 未来 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条件呀 或者说是 做安全呀 然后和这个社保相关的一些重点的议题 所以呃 就是他整整体的呢 嗯 就是说 因为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他的整个的一个呃 指导之下吧 就是他给一个呃 我们很多方面的一些纲领性的一个参考啊 就是在这个专业特别有心得啊 能够呢 把 让我们这些呃 呃 让我们这些国家呢 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呢 综合起来啊 而且呢 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身 也是对于其他的这些国家啊 就是还有更多的这种工作来进行 那不仅仅是关乎到他本身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保体制的大姐呢 包括对他提升啊 他的经济啊 然后各个国家的呃 其他的体系啊 也是如此 嗯 那么就是这么多的这些议题呢 我就不再就没有办法来一一来进行这个叙述啊 那么始终围绕着就是这个呃 正规化转型的这样一个方向啊 那么这些国家到底是能能做什么 或者说未来还要做什么啊 啊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啊 那么像包括这个呃 呃 更多的这些融资的渠道呀 和规划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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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几个系列讨论研讨会当中所涉及的这些建议 那么他在这方面呢也是整体的参与了不少 我们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些项目和规划 特别是针对于这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一些 特别是在这个参与这个独龄的我们的培训中心的一些工作协调 其实可以说我现在在这个工作 我就是就是在之前呢就是跟大家也是见过面了 就是说包括我的参与的这些项目的工作小组 有这样给我这样有相关的机会能够让我更清晰的来理解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研讨会当中所得出的这个 也有益的一些思想吧或者说一些方法 那么像是这个国际劳工组织所组织的这些系列的网上的研讨会呢 按照一个主题所延伸出来的不同的方面的这些内容 都是非常搭配的非常有机制的 特别好 然后我们直接在从第一点开始看啊 就是具现有经济国家和独人体的机构学术能力 鼓励他们他们所非正规经济的问题 然后在这里面呢是给这个联合国系统 然后经济国家独人体国家的合作伙伴 社会伙伴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一些行动的行动点 那包括调动经济国家还有独人体国家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 支持对付正规经济 相互联系就是非中国经济正规化的研究 然后呢包括在经济国家和独人体国家 设立利益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会议 确定和正规化相关的研究领域 比如说非正规经济啦 新冠疫情的影响啦 逐步正规化 社会保障等等 然后呢加强经济国家和独人体国家的知识发展机构 比如说学术界啊 智库智团团 联合国系统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政策的一致性 促进定期的这个通差学习 还有高级别会议 会议 然后和全球劳工大学 简密合作 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 开展研究和知识交流活动 然后还有就是支持关于非中国经济正规化的大规模在线课程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木课 加强经济国家和独人体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 然后呢 还有与经济国家和独人体国家的劳动部紧密合作 支持制定鼓励正规化的这个政策 那么包括将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 纳入经济国家和独人体不同机构的计划当中 还有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应该加强处理经济国家和独人体 在各种在线平台之间的一致性 协调这种数字数语的使用啊文件啊访问 还有这个就是说访问的便利性 还有包容性等等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下一页就是第二个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啊 就是扩大了加强和竞争国家 以及独人体国家 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提高认识和实施劳工组织 204号建议的工作 那在这一点呢 我们有第一个呢 是与经商国家和独人体国家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 一起制定一个关于从非正规经济 向正规经济过渡的培训计划 同时呢考虑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这种标准 还有社会对话 劳动监察 社会保障 职业安全 资助体面工作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给这个来自经商国家和多联体国家 三方的从业人员设计改编 现有的关于是204建议的这个培训课程 在不同的政策领域 比如说社会保护 促进就业 技能发展等方面的 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制定一个监测框架 包括可以调整的这种产出 还有进展的指标 追射独联体和金庄国家 监测根据204建议促进正规化过度的这个进展 包括这种成本窍益分析工具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创意经济和艺术界人士合作 提高对正规化需求的认识 还有普遍的民众认知 以及涉及金庄国家独联体的正规化研究和调查范围 研究主题中年领域等等 那国际劳工组织呢 将与非正规经济中的这种民间运动联系起来 以促进金庄国家和独联体的这个科技合作 然后我们第三个这个建议呢 是金庄国家如何帮助共享在正规部门 但仍处于非正规状态的专业人士的这种数据 并且对正规化现况的这个非正规情况的这个正规化和情况的进行了解 并且强化社会保障体系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行动方式是针对金庄国家和独联体国家 还有这个新型经济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 比如说加强独联体和金庄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合作 让劳动部门和统计部门参与进来 以及社会伙伴也让他们参与进来 然后呢金庄国家可以加强在劳动监察方面的合作 包括这种包容性社会对话的这种分享 第三就是提高政策制定者对衡量非正规性的方法的认识 并且为那些没有参与统计和数据收集的政策制定者 还有另一相关者呢制作一个关于衡量和监测 帮助共享关于非正规情况正规化的这种 还有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数字经济平台的研究数据知识和网络 那么这里的这个建议呢就是主要主要是关于这种数字平台的 在这当中建议也是针对金庄国家独联体国家ILO的 比如说加强金庄国家独联体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数据中心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然后呢有这个东盟促进东盟南共体国与国家共同体 还有金庄五国独联体在正规化问题上的合作 然后发起并且促进金庄国家独联体国家和这个劳工机构之间 交流关于正规化的数据知识经验以及相关的这个数据收集方法 下面一点呢是国际劳工组织应该和金庄国家多联体国家负责统计的这种部委密切合作 确定需要进行的研究领域了 重点是这种青年的非正规性赢妇女 还有这种护理经济等等 然后下一点呢是劳工组织应该通过劳工机构 在相关机构内指定协销员支持金庄国家和多联体国家研究的准备工作 然后再看下一页 下一页是建议五就是鼓励青春国家劳动机构网络分析这个非正规经济背景下的家政照料经济 以及其在正规化过程当中的进展 并且探索支持它的潜在方法 使这种经济活动也正规化 并且防止出现非正规就业的这个常态化 那么在这里的建议呢包括以下几点呢 其中之一是从多学科角度的金庄国家 多联体国家的护理经济 就是这个照料经济呢进行全面分析 并且呢这个加强这个购买力评价的方面的 就是加强购买力评价来提高会议机构的这种可及性并且减少 就是以及增加它的这个数量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和金庄国家 独联体国家应该对护理经济进行新的这种性别敏感性研究 密切监测像正规化过度的这个进展情况 并且促进设计适合各个国家情况的战略 包括还有就是探讨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社会保护和教育机构 对护理经济的参与以及这一个部门的经济正规化的贡献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还是针对第五条的这个建议啊 就是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形成或者更新专业标准 让更多的这种合格专家参与到这个照料 经济家政照料经济当中来 然后探索和调查经济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非诚规性 护理和劳动力迁移之间的关系 并且呢通过这个创新和数字解决方案 协助重小企业在护理经济领域创造体面工作 促进移民劳工权利 下面一个是分析远距离 就是分析这个物理距离的增加对经济护理的护理经济的影响 包括不同的类别分析儿童老人残疾人的这种影响 然后最后一点的是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 支持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发挥青年妇女 还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潜力和能力 在护理经济领域开创自己的事业 然后下面的话是最后一个第六条建议 就是考虑到在新冠期间 这个非正规工人受到的影响 经济国家政府呢 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劳动和作业部长会议上 承诺开展研究 然后实现这个迅速的正规化 那么在 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一些行动方案呢 包括 制定应急反应战略 包括在大流行病等这种比较 怎么讲破坏性的时刻吧 为工人提供更多的支持 那第二点呢 就是通过放宽官僚主义的障碍 为非中国经济的正规化 提供更多的便利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从这个调研当中呢 发现有很多的国家 有这种官僚主义 非常的严重 然后第三点呢 是制定有针对性的国家 行动计划和方案 支持最脆弱的非正规工人 包括这种没有工作的青年 还有老年工人 那第四点呢 是继续支持 竞争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三方 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 并且将竞争国家 独联体的这个对话 交流制度化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学习社会伙伴 以及其他国家的最佳做法 那这方面的话就是 好 我的介绍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Duncan 我们的从事 把这个重新 我们小组讨论这些建议呢 又重新梳理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呢 里面 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 就是 每人呢都 花了时间 做出了一点贡献 我们现在的确是没有时间了 已经到最后了 Anita呢不知道 我们还能再加一点时间吗 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这个时间 就是一个半小时 可以延到两小时吧 但是 我知道大家的这个热情 参会的很积极 还想继续 但是就差不多了 那么还有一个 最后的这个问题 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从18月份到现在, 其实相关的这两场的系列研讨会, 就把大家的经验等于是做了一个综合, 就是不同的经济体,这样也是。 我觉得像这种的形式非常之好, 就是说是分享的, 因为按照不同的进展国家的这种成员国, 那么像每一个单独的研讨会, 就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一个细分国家的政策和它的写机制。 的确,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 像在这个劳动的监察方面, 这也是一个是我觉得从我这个区域过来的同事, 我觉得像这方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 那像是这个2020年的就是我们的进行的这个劳工大会啊, 也是在这个话题上呢, 也能够有共就是更多的这些考虑啊, 那么就是包括这些各不同的这些委员会的这个工作吧, 整体的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成员国来讲, 它其实都有了这样的一个劳工监察的相关的这些协议啊, 或者协调, 其实就是不仅仅形成一个单独的国家, 或者说跨区域的吧, 这样的一个形式经验的一个交流, 包括我们的中亚呀, 是欧洲啊, 还有呢, 就是说像是这种劳动监察, 劳工监察方面呢, 它有的时候呢, 像是提到的21条呀, 这相关的这些条文的制定当中也曾经提到过, 还有第十二条, 就是希望能够呢, 把这些从不同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呀, 或者机构呀, 能够设定出来相关的跟这个劳动监察, 劳工监察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吧, 或者说一个措施行动, 因为它本身这个区域性的这种合作的议题呢, 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况, 那像阿西呀, 还有说, 就是说这些国家呢, 都有各自有自己的优势, 然后呢, 也有就是说, 我们就通过这种知识的这种共享, 那么可以集合到, 其实可以整合到很多, 包括社会伙伴呀, 来自工会呀, 行业协会呀, 等等方面的意见哈, 我觉得阿尼达是不是到了最后的一个总结的时间了, 那么我想感谢我们的这些诈宾呀, 和参与者, 如果大家呢, 是对此感兴趣呢, 还可以继续, 后续的这些资料参考,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得到, 再次感谢大家, 和积极的参与, 好, 阿丽达请, 再次感谢阿尼达, 我觉得像我们所看的这些, 在这个网络上面的系列研讨会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本身这个区域合作, 就是在我们这个合作整体的大框架下面, 所蕴含的, 那这里面呢, 就是从国际劳工组织呢, 这个方面, 包括我们在底下的各个区域所搭建的这个机构, 以便呢, 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实际上的这些各国家的一些状况, 那么可以说, 在整个这个框架方面呢, 我是一直是保持关注, 也是作为这个协调, 我们这些同事啊, 还有就是各国家来自国家的, 像今天的这个发言嘉宾, 吴署长啊, 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些不同国家的这些同事啊, 参与啊, 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专家, 的意见, 它是整合了很多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 像我们的这个, 金砖国家和毒联体国家之间的这种系列的知识分享的研讨会呢, 我们还想把这种形式呢, 能够传递下去, 在最后呢, 我们就说像这个Dunker呢, 之前给我们所读的, 就是书里的这些, 我们由工作小组, 大家共同讨论而成的这些建议, 和像建立的补充, 我觉得呢, 当上面提的呢, 都是非常有既既意义的, 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在网上就举下手, 就基本上咱们就算通过了, 这个都是大家共同讨论的, 当然也是对于我们来, 整个的这些所召开的这个研讨会的一些总结吧, 或者说一个反思的一个点, 那么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这些社会合作伙伴, 那么整个的这个研究机构呀, 大学呀, 然后包括智库啊, 这些不同地方的专家, 能够把我们所想的这些未来的愿景变为现实, 再次的感谢, 我们的这些系列讨会, 我知道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 那我们最后的一场呢, 是星期四, Ariana呢, 会给大家发那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呀, 或者资料呀, 会给大家一个提醒, 邮件提醒, 还有包括所有的, 我们已经录制好的这些视频的连接, 把这些信息呢, 其实都利用这种各种的社交网络平台呢, 都发布出去了, 如果大家呢, 也是有应验的话, 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些信息呢, 能够更多地传递下去, 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再次相聚, 那么希望能够在周四最后的一个环节见面, 也非常好能够来, 能够看到有中国呀, 巴西呀, 俄罗斯呀, 各个地方的这些不同的视角, 好吧, 希望大家, 我们特别是我们欧洲时区的,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用餐愉快, 那当然也要感谢Ariana和我们的这方面的实际的工作的实施者, 和我们的组织者, 地方组织支持者,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